各位好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些電影輕鬆一點的事 早幾天遇到一個新相識的朋友 叫做鄭偉強 鄭偉強原來是以前負責藝園訓練班的 所以很多年前康熙來了 那時候沒有什麼人看 做這套事的時候 他找了鄭偉強幫忙 他打電話就可以叫劉德華、梁朝偉 去到台灣去接受訪問 所以如果你打康熙來了 劉德華 打鄭偉強這個名字 搜索就會出來 有他的YouTube影片 還有說因為有劉德華、梁朝偉 一堆香港的演員過去 說的是二十年前 才令到康熙來了 才會禁挾 這是幫台灣的綜藝節目 幫助大忙 我跟他說 我之前拍了一段影片 是講英雄本色的 就是講周韻發 和鄭浩南 馬克哥的故事 然後他跟我說 你不知道內情是怎樣 原來 他說 你說的是對 本來那個角色是被鄭浩南做的 那為什麼叫做馬克哥呢 因為原來鄭浩南的英文名 就真的叫做馬克 所以這個角色 就叫做馬克哥 那好像之前說 本來這個是一個配角 但是吳宇心拍這套戲的時候 就覺得周韻發 做得很好 不斷地在那裡加氣憤給他 由一個配角的角色 就變成一個主角 光芒呢 還蓋過狄龍 和張國榮 就是豪哥和阿傑仔 都被他蓋過 在日本 和在韓國 是非常收低的 那天抹過褲 跟著買斷市 香港也是這樣 外國也是這樣 跟著他再跟我分享 就是講賭神 因為最近我拿賭神的音樂來玩 他就跟我說 為什麼賭神的戲 是會這麼精彩 原來就是關乎 他那個投資者的關係 原來鄉先生 鄉華盛先生很喜歡賭錢 當一些賭的場面的時候 他就會負責親自下場 因為真真正正是賭的人 才知道掌握得到那個節奏 究竟看哪裡 看別人哪一邊 那些鏡頭怎樣擺 那些神色是怎樣 賭仔會有什麼表情 才會做到出來 當做賭的時候 就是向華盛先生出場 那到他打的時候 就不是向華盛先生出來 就向華盛先生出來 因為你知道 他是喜歡打武功 和喜歡拿槍 那時候 到槍戰的時候 就到他弟弟去負責 去指導那些拿槍的場景 那這些 是幕後的人 就告訴我們 才行 那其實我也覺得 很有趣 周印發是一個很神奇的演員 那除了他那個掌相 是很討人歡喜之外 那他有些 一個化學作用 尤其是 英雄本色和賭神 根本就是男人的投射 投射是什麼 投射就是想要這麼有型 第一件事 有型就是用慢鏡去做 跟著做一些很好的配樂 就像盧冠廷做那隻賭神的那個 一撐出來 整個氣勢就出來了 跟著整個英雄本色 一出場就 整件事 是會感覺很飄逸的 就是你英雄本色 穿著你媽媽的外套 長褲 找風吹出來 整件事是不同的 每一個 尤其是我們那時候讀書 十幾二十歲 都是希望 好像周潤發那些這麼有型 這個就是那個程義傑 跟今時今日 我就不知道那個 男仔 或者是女仔 覺得有型的定義是怎樣的 因為每一個年代 覺得那個有型是不同的 因為可能今時今日 韓國式的那些 比較滋粉味重的那些 可能覺得有型 尤其是現在內地 那些小鮮肉那些 不是以前 我們追求的那些陽光味這麼重 黑黑實實那些 不是那種 那個潮流 大家的感覺感受是不同的 今天想講的關於電影 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給大家聊一聊 拜拜